看看新闻网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出生在无锡 是个80后 自幼学习舞蹈 除了这些 外界对这位新一任的张太太陈婷 几乎一无所知 不过自从这枚重磅炸弹被引爆之后 这个曾经神秘的张太太也被起了底 据某周刊报道 32岁的陈婷 仅仅比张艺谋的女儿张墨大两岁 而陈婷的父亲比张艺谋还要小八岁 1961年出生的陈妈妈 更是比女婿足足小了快一轮 该周刊同时爆料 虽然陈婷年纪轻轻 但是已经为张艺谋生了两儿一女 这一点让很多人跌破眼镜 没想到一直废寝旺时工作的张艺谋 其实事业家庭都没耽误 其实早已子女绕夕 不过仔细想来 加上和第一任妻子萧华生的女儿张墨 张艺谋现在岂不是有四个儿女 这超生的可不只是一点点 张艺谋不知不觉就组了个篮球队 真是老毛子深算 啥时候孩子比奖杯还多了 有热心网友甚至还为张艺谋算了一笔账 除了缴纳一般规定的社会抚养费 张艺谋至少还应该缴纳 他年收入的两倍金额作为罚款 保守估计 这个数字竟然高达1.6亿人民币 而新约在线记者从专业律师处了解到 这笔超生费是不是要付 又该怎么付 情况错综复杂 主要是看生育行为的发生地在哪里 那个地区是怎么规定的 这和父母双方的户籍存在地 以及实际居住地也有关系 那如果是孩子是在国外出生的话呢 这又涉及到小孩的一个国籍问题 如果小孩加入了外国国籍 那么就不应该由中国法律来管辖 如果小孩出生后回到中国 还是加入中国国籍的 那么我想和在中国出生情况 应该是一样的 以上海为例 根据相关规定 如果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的 那需按照子女出生前一年 他的实际年可支配社会的三倍 征收社会抚养费 如果是第三个子女 那就是六倍 那假设张岛因为超生在上海被罚了 我想以张岛人心牵斗的收入能力 真的被罚上一元 一定是没有可能 但无论张艺谋到底属于哪种情况 毋庸置疑的是 就光是四个孩子的教育费 生活费等都是一大笔开销 虽然身为一线导演 张艺谋显然不差钱 可自从他指导的电影 满城近代黄金甲起 许多电影的票房成绩证明了张艺谋出品 其实并非一本万利 于是张艺谋的名字 在电影之外倒是出现的越来越频繁 总共是酬劳是250万 是税前税后 250万是税后 税后 其余的要交税 去年张艺谋就因为钱而谈上一件大事 当时由张艺谋指导的全场五分钟的形象宣传片 中国铁路 由于预算1850万元 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被审计署点名 一时激起千层浪 在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张艺谋陷入到了公众的质疑声中 短短几天后 一则张艺谋 筹资20亿成立个人基金的消息 再次将张艺谋和钱挂上钩 当时有不少媒体报道 这个项目是联手国内一家传媒公司 打造张艺谋文化产业基金 首期募资高达20亿 这笔基金将用于张艺谋电影 及大型艺术作品的商业开发和市场运营 款项由张艺谋本人全权支配 其实 细心观察就会发现 如今张艺谋所深陷的这些风波 都是从去年和老搭档张伟平分道扬镳开始的 在那之前 张伟平负责张艺谋的一切对外营销 而老模子仅仅只要专心他的艺术创作 可兄弟闹翻之后 张艺谋的形象开始渐渐变了味 这与张伟平有关系吗 去年三月张伟平和张艺谋彻底失去了联系 巧合的是 也是去年三月 张艺谋再婚的消息被首次翻了出来 而最近也有不少报道称 张艺谋选择在2011年12月和陈婷结婚 其实是早已料到 有人会拿他和陈婷的事情做文章 于是未雨绸缪 抢先一步登记结婚 对此新一轮在线记者也试图联系张伟平本人 可他的手机始终无人接听 新一轮在线编辑报道